B站的小伙伴们 B站自从升级了服务器之后 今年就瘫痪不了了 我听说他们接到云端了 所以以前B站让我瘫痪 他们都不敢到我这来直播了 好 开始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格局2019快年演讲 然后在那个快年演讲上 我们对中国人民海军69年的历程 回顾了一下 还做了一个小片 那今年的中国人民海军70周年 我们做了两个小片 那先让小伙伴们看一下 好的 让大家看看 我们下来自私在那边 好的 嗨 你 你说 你要是 像小伙伴们 那呢 我们下来是 我们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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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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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个先感谢苏联当时给我们的援助 但是苏联给我们的援助也不是不要钱的 所以说我们四大金刚 当时花了很多 好多人说就买一艘舰要17吨黄金 反正这个我们不去论证它了 反正非常的昂贵 其实苏联当时那一舰它二战结束以后它扔了也是扔了 所以当时中苏友好就送给我们 卖给我们一些舰 当时那个舰给我们以后我们就算宝贝 其实就2000多吨不到3000吨 我曾经多次在那个舰上去喝过酒 讲故事 就是海军它有这个传统 上去之后呢 有一次我上去之后正好赶他们周六 周六还是周日正好赶他们休息 休息以后呢 在这个上去以后晚上军队啊 他到礼拜六礼拜天他都有会餐 正好赶上他们会餐 会餐以后那时候我还叫小张呢 就是喝酒啊 喝酒 就那个时候我们像四大金刚一开始那个做饭 都是都是都就跟在路地上做饭一样 大炒勺 在这个舰艇上洗菜 炒菜做饭窗户门都开着 闲窗什么的 现在可不行 现在全封闭都是空调的 那时候呢炒完菜我们就开始吃 这么大碗 这么大碗的啤酒就喝 喝啤酒 海军都是这样 海军所有人都喝啤酒 喝啤酒 所以那一次帮我喝醉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舰 那时候感觉我们海军好厉害 这么大的舰艇 快三千吨了 现在我们的航空母舰六万五千吨 六万五千吨 所以说海军的发展呢 第一代驱逐舰 给我们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在那个基础之下上 我们也开始逐渐地通过使用 慢慢慢慢慢慢学会自己研制 研制以后我们有了基础之后 我们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 发展以后到了 到了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引进了 一开始引进了两艘 现代籍的 现代籍叫九五六 导弹九十舰八千吨 由于当时对台军事斗争 准备任务比较艰巨 所以说就感觉再引进两艘 一共四艘 都放在东海舰队 其实他们是第二代 第二代的 所以大家就是四大金刚 四艘 八千吨 都是俄罗斯造的 我们引进了 引进了因为上边 它有先进的防空导弹 有反舰导弹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对台军事斗争 急需的阶段 它填补了我们的空白 还是有用的 现在这四艘已经改装了 然后以后慢慢的 我们自己发展了 自己先进的 算是第三代的 这个四大金刚 就是到了052C 慢慢以后052D 这都是网友 大家开玩笑的 哪里四大金刚 我们052C 052D 加起来一二十艘舰的 现在055 现在055 055没有正式服役 但是马上要服役 055我们也有 454的舰 或者是在试航 或者是准备在服役 所以说人民海舰的发展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快 那其实我知道 第一代的四大金刚 是1989年就退役了 是吗 对 89年以前都退役 但是大部分 是70年代以前退役的 我们退役的以后 这些个老的051的驱逐舰 你说第一代的四大金刚 第一代四大金刚 不是到89年 它安山府顺 那个早就退役了 可能是70年代以前就退役了 我们以后 对 我们以后就等于发展到 我们自己的四大金刚 叫051 那等于我刚才跟你讲 我爸051给忘了 第二代的四大金刚 是051驱逐舰 051驱逐舰 我们前后一共造了16艘 也有3000多吨 然后第三代的驱逐舰 但是引进了俄罗斯大 四大金刚 现在应该算第四代了 哎呀发展真快 第四代就是052 052C 052D 就是这些了 051也都退役了 051差不多现在都退役了 退役之后 我们有一批比较好的舰 给了海警 海警现在巡逻 就使用我们的051改装的 那其实就是通过中国海军的慢慢发展 我们就有了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四大金刚 那中国人民海军现在发展这么强大 作为一名就是拥有了45年海军老兵 您是不是感触特别多 感触就是真的是非常多 因为像我原来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之前 我们接触外国的东西比较少 像我原来是学外语嘛 学外语还好一点 能够看一些外国的一些资料 所以了解一下 但是也都是皮毛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外国的军舰到中国来访问 美国的呀 英国的 法国的 这个澳大利亚来 来以后呢 我们就得要到 那个时候有一些个外交的礼仪嘛 我们到临海去接他们 头一天晚上到临海那等着 等着以后就接他们 接他们呢 然后我第二天登上他们的舰 告诉我是中国海军派来的联络官 你们在中国的一些的 这个这个活动啊 都有我帮你们协调联系 有任何的要求 但是晚上上海没有夜生活啊 不要到街上乱跑啊 给他们讲中国的纪律 中国的法律 就慢慢慢慢跟着他们舰艇 从海上就航渡到这个无松口 这个到这个 和阳子江码头 那个时候主要是开放阳子江码头 以后青岛啊什么 慢慢开放的 这一年又会干十几次 二十几次这个事情跑上海 那么这样呢 我就有机会跟西方的 这些国家的海军就慢慢聊 因为在海上都都很无聊的嘛 一走这么长时间 他们对我全开放 就各个地方都去看 那个时候中国和西方关系很好嘛 这是我们周斯顿 我是周斯顿 这里头是谁打开我看看 都可以看 这是我们机钥匙 这从来不开放机钥匙的 海图是从来不开放的 这都是情报中心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看的东西特别多 跟他们了解呀 学习呀 所以这个和西方 就是那个时候 给我一个感觉 哇 我是西方的舰艇 太现金了 然后一比我们的呢 就是所以在上海的时候 那个时候叫对等嘛 外交叫对等 外国人说 我们看了你们看了 我们的舰艇这么多 我们什么都开放了 那你们中国的驱逐舰也开放 让我们看看 我们领导说 行啊 就开放 然后就带着他们 就到我们的051 就是刚才你说的 第二代的这个四大金刚 到我们的驱逐舰去看 看以后海军他有个习惯吗 带个白手套 摸是吗 一摸在底下 哇 好干净啊 擦的 一尘不染 最后我说怎么样 我们的海军 我们秋日舰 牛不牛 他说 这是我建过 保存最好的古董 他说现在世界上 已经很少见到这种舰了 你看我们舰 都是全空调的 全封闭的 你这个还在上面炒菜做饭 开窗 开着门 这个我们这没有了 当时我就感觉特别受刺激 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奠定了 我一辈子为中国海军建设 然后进行研究 我也干不了多少事 就是去研究啊 学习啊 慢慢地给大家介绍点 外国的一些先进的经验 终于现在我们自己有了 在世界上堪称一流的 这种海军的装备 你要知道 俄罗斯的海军 现在排世界第二 排世界这次也来了跟中国 俄罗斯都不好意思了 俄罗斯排世界第二 但是俄罗斯是1992年建国 建海军 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 二十七年过去了 它建造的最大的舰艇 护卫舰是四千吨 这次来了 护卫舰 四千吨以上的舰艇 它一艘都没有舰过 二十七年没有舰过 一艘超过四千吨的舰 我们一年像这种四千吨以上的舰艇 下水十几艘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穷嘛 因为建海军 你必须有钱 有大量的钱 这一艘舰艇 确实价值几十亿人民币 你得有大量的钱 没有经济基础 没有庞大的 综合国力你不可以 再一个就是你要有技术 你得不能把它弄出来 全生产链 从罗丁罗姆到雷达 先进的导弹 直升机 你都得自己都弄出来 因为中国是被他们制裁的 他不给我们 他不给我们 不给我们 我们不能说 就是像印度是 就是买这个名字到内 这真的不行 说起来是加尔哥达 他们拍的加尔哥达 这次来的那个 加尔哥达当时是跟我们052D 对着干的 中国要搞六千吨七千吨舰 我们也要搞 结果他搞了十年磨艺舰 这次大家进去参观了 参观以后就感觉里头拍的那些东西 这种先进的舰 里头放的大风沙 呼噜呼噜吹 印度真是这样 我去过 我到他们国防部大楼里去 我看了特别 对 全大吊扇 呼噜呼噜吹的吹 60多度 他们将军中将少将坐的车 他停下以后 我进去看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热天 开窗户呢 我进去看 没有空调 我说为什么不开空调 他把那个前机箱盖打开给我看 他说这个 还不是我们下例的 这个我要是开空调的 我就不能走路 我要走路的 我就不能开空调 所以说呢 就是印度好多还处于这个 我们也不是说消化印度 我们原来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全产业链 就是武器装备的建造 自己都能整 所以这就很厉害 印度现在其实还是万国牌的那种 然后他们的很多 我们也经历过那段时间 我们海军刚组建的时候就是万国牌 我们刚组建的时候有美国的装备 大家说怎么会有美国的装备 因为美国的军舰给了这个蒋介石 我们这个有些个的蒋介石那些军舰就是他就去起义了 起义之后就参加了中国人民海军 所以我们最早还有这个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日本的 所以总共还有日本的 日本是个战败国 所以我们是战胜国 好多舰艇他就在中国战区的我们直接就缴获了 而且日本被打败以后剩下的舰艇 好多都被击沉了 剩下舰艇我们就分了一些战力品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一开始海军的 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日本的苏联的 就乱七八糟外国盘 这零位舰都不能通用 所以说当时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间 以后慢慢从零尾腰开始 我们慢慢自行研究建造 以后慢慢慢慢海军又发展了自己先进的 这个驱逐舰呀航空母舰呀核解艇 那刚刚就是听您说 您在海军生涯有很多经历吗 那您还记得就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吗 最深刻的一次经历 我经历过太多了 最深刻的经历 最深刻的经历恐怕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在潜艇上工作的一年 因为海军呢他和其他军兵种不是太一样 他复杂 他最复杂的一个军种 技术特别复杂 你比方说吹个哨是集合 一个连集合 你在有的军兵种你吹个哨集合这一个连里边可能大家都 都大多数人都没上过大学没有进过 进过学校 海军你吹哨一集合一次这样上来以后所有的军官全都是大学生 好多都是研究生 我那博士生都是潜艇上的 他现在当下官了我不知道 考我博士生的时候是潜艇的一个部门长 就是中校 你看就是这个海军他是你吹哨一集合全都是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 他为什么呢 太复杂了 全是一些电器机器都是一些这种东西 说那冰呢 潜艇上冰你吹哨一集合全都是海军潜艇学院出来的 潜艇学院我当时到潜艇就我没想到是这样 我还有这么一段 就是说我要到潜艇上工作一段时间 必须到潜艇学校要学习半年 从头开始讲什么叫潜艇 潜艇和水面舰艇有什么区别 水面舰艇不能够沉 一沉它就完了 潜艇必须沉没 潜伏原理 这老师就给我们讲教官 就慢慢慢慢讲潜艇怎么这几个部分 组织结构怎么样 下边这个各个系统是怎么样 最后出海 就是在潜艇上出海 就是乘风破浪 就是站在这个建城 这次他们检阅上边就在那个上层建筑 那个上面经理的那个 当时我每次出海都站在那个上面 那个建筑上 穿着那个雨衣 因为那个浪会很大 然后上来之后戴着海军的帽子 然后乘风破浪 潜艇因为它是那样的 跟水面舰的又不一样 就露着笑把声 那样的 哇 一个大浪过来以后 批波大浪 特别特别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那个说您害怕吗 害怕 没有 就对我们军人来讲 没什么害怕 没有害怕 就像今天直播 说紧张 说局长这辈子不知道啥紧张 有时候我最好是看看一万人两万人的时候 我演讲会不会紧张 就是我们都受过这种训练 不会说什么跟那种紧张什么的 不会的 就是到潜艇里头 我跟你说一个小故事 就是到潜艇里头 潜艇里头有时候 上面比方说快来台风了 惊头还浪 就感觉说 潜到水底下去了 潜到水底下去了 我可安静一会儿了 你会有这感觉吗 水面上这个波涛很大 汹涌波涛 到了海底下以后水下几十米 会不会很安静 会不会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就是水流就在下面也会那个 对 你还是聪明 还是聪明 我就不是这么想的 我当时想 哇 在海面上太受罪了 潜到水底下几十米 一定会非常的 因为不能再浅深了 因为我们的海域都是几十米 一百米左右的 就是为什么海带缠舰艇呢 这个特别适合养海带 哪还不适合养海带 南海一两千米两三千米深 那就没法养海带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黄海啊 东海这个海域 所以说都是比较浅 比较浅 浅上去之后 没想到更难受 涌 那叫涌 我们说海浪飞几级浪 分几级海情 下边叫涌也分几级 那个东西 是不是有种过山车的感觉 也折腾死你 就是然后呢 我们很多小伙伴当时都吐了 吐 吐了之后把苦胆都吐 你踢他两脚都站不起来 我这个好事 我都不应传 所以您适合当海 我不应传 他们很难受的时候 我一开始吃罐头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的生活 还不是太富裕 前天不能做饭 就是吃那个午餐肉罐头 我到现在还知道 还有凤鲑鱼罐头 我最近老到时候找到凤鲑鱼罐头 没有卖的 尝一下以前的那种味道 对呀 就尝一下味道 结果没有卖的 天天吃那个午餐肉 到现在我看到午餐肉就不行 就反胃 吃太多了 那您还记得就是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的感受吗 就是您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见到大海 因为我知道您也是河北人吗 第一次见到大海 对 河北人 河北人就是 从来没见过大海 从小在农村长大 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我是1970年的兵 1970年的兵 我刚当兵的时候是到了烟台 我们的新兵连三个月是在烟台 烟台当时是烟台基地 烟台基地那个时候还叫军事禁区 烟台啊 军事禁区 现在是海军航空学院 在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就圈起来那个海边 圈起来以后 那是因为从来没见过海 一见海以后给我第一个感觉 哇 我说这个大海 真的是一见到大海以后 心潮澎湃 是不是 所以我说想自杀的人 去大海看一看 就想开了 肯定是不会再自杀了 就想开了 有什么烦心的事 到大海上一看 真是大海的胸怀 然后我们就是一到礼拜天 跟一些老乡 因为老乡 因为那个时候十几岁 我十八岁当兵 我十八岁当兵 四年才回过一次家 当兵第一年六块钱 第二年七块钱 第三年八块钱 第四年九块钱 你想想到现在都不够你们吃顿饭了 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月的工资 六块钱 七块钱 八块钱 所以我四年才探过一次家 那时候就是想家 十八岁 十八岁那时候 那时候您是在哪儿当兵的 烟台 当兵 当兵吗 北海烟台 当兵 当兵以后 就是到礼拜天的时候 一帮老乡 老乡 老乡 连眼泪汪汪 就说咱们怎么玩 到海边走 一到海边以后 看那个鱼 那个虾 那个螃蟹 怎么这么多这东西 说那时候也不知道 农村 我十八岁之前 没见过苹果 不要说吃苹果 我都没见过苹果 农村那时候穷 然后就说 这么多鱼 这么多虾 还有大海蛇 也不知道 就跟脸盆这么大 那个大海蛇就在那 我们那会儿也没有学会说游泳干啥的 库屯就往下来 往下来以后就在那随便拿个桶捞 一会儿不到十分钟 一桶 要么就螃蟹 要么就大虾 要么就鱼 捞一堆 不用到远处去 我感觉我吃了都热了 全是这玩意儿 全是这玩意儿 而且那个一到那 那个时候还让那个 就我们在那个小沙包 还可以叫什么野炊 点心火了以后在那煮 煮完了煮一会儿我就开始吃 就那个时候就这样 所以说那这个 有老兵 有老兵退役了 那个时候军民关系也特别好 山东人他那个 比较热情 对 他是这个军民关系特别好 然后就是我们拉链的时候 到那去以后 给你口袋的塞花生 塞瓜子 塞红枣 就像过去那个宜蒙山区的那样的 就是军军军军民团卸如与人那种精神 然后老兵退役了 退役后就是当地的渔民就说 哎呀 小张 也没什么送你的 我这有一口袋 这碗你拿回去吃吗 说啥玩意儿 打开一口袋都是那个海参 海参 现在很值钱 5000块钱一斤 现在当时海参 这么大的海参 6块钱一斤 6块钱一斤 就是论多少头的 这个当时就是真的是非常好 海洋保护的非常好 生态非常的好 我现在记住的就是吃了 吃吃喝喝 那就是因为知道您都知道一句话就是上过七八十艘舰嘛 那您还记得就是您上的第一艘军舰是什么吗 上的舰太多了 我上的第一艘舰有可能就是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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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的四大金刚 然后以后上的更多的是051 上的051 以后呢慢慢慢慢呢 那我就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就到造船厂去的比较多了 到造船厂去的比较多了 像052啊这些他们在造的时候我都去过 到造船厂去的外国的舰厅我上的比较多 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就是在外国的军舰上发生的 外国军舰上发生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8 过得太快了83年还是84年就是墨尔本号航空母舰 墨尔本号航空母舰是广东省中山市当时一家餐厂公司 从墨尔本从澳大利亚买的一艘2万多吨的航空母舰 这艘航空母舰是英国造的 英国造的最后呢这个航空母舰他决定要退役 退役之后就在国际上拍卖 说谁拿回去拆 中国说我有一家私营的吧造船厂 他就要给他买回来拆 拆以后呢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军代表 海军的军代表就打电话到北京 到北京就说啊我们这地方来着送航空舰 过几天就要拆了 你们海军是不是拍几个人来看看 这个当时呢海军就说那拍几个人吧 拍几个人就是我就参加进去了 就是主要的任务呢是带着摄像机 那个时候摄像机还是我们叫大二分之一小二分之一 像你现在学电视编导的你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真的全淘汰了 以后大四分之三 就是改四分之三 北京都是这个 现在都是数字化了 当时那个二分之一的还特牛气扛着那玩 然后照相机摄像机 然后像我这个呢 我是因为要懂外语 要懂技术 所以说呢还有一些个老的专家教授 这样呢我们就组成了第一批区也就是十来个人 说到那去看看 我们到中山的第一天是大约是下午五点多钟 五点多钟我们就说迫不及待 是航空舰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海军的嘛 然后就是说去看看 我们就开着车像没有到住处 直接就到了海边去看这航空舰 正好是夕阳西下 习着过来的时候 我们逆光去看过去 哇这么一艘航空舰 我从来没见过 因为在此之前 我上过那架最大的就一两千吨 我就感觉好大呀 一两千吨 这一架还来了个两三万吨的一个大舰 而且在夕阳西下 它那个逆光看上去以后 就更加的立体感 更加大 哇像跟山一样 这个看到之后 我就看这个 从那个舰上不断的有人下来 他们很努力地扛着各种的管子 搬着各种的家具 就往家里偷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搬的什么东西 他们说这上面都是铜的 因为这个舰上所有的管道都是铜的 现在都没有PVC 现在叫什么都是塑料 那二战的时候 那就是铜管子 他们给拒断了 反正要拆了 往前弄 上面的家具都往家扛 那都是关系货 可能是往家扛 我们就到舰上去看了看 那新线 在此之前 见到的都是图纸上的航母 这个突然见到一个新的航母 啥都不知道 我没说吗 那个边撞天线放下去 放倒 竖起来会是个天线 航行都是把它放倒 好多好多之 那不是钓鱼的 我一开始就感觉是钓鱼干 蒸汽弹射器 弹射阻拦 阻拦锁 下面烧锅炉的 干什么的 我们一个人发一个大手电筒 这么长一个大手电筒 我里头照着拍着 就看那个拍录像 就看那个东西 没见识过 所以当时我们那个 舰船研究所的所长 就拍着我的肩膀 就说 小张 中国海军一定要建造航空母舰 我们这代人不行了 当时他是50多岁 我们这代人肯定是不行了 是一个造船专家 他说 你们这一代一定能够把中国的航空母舰建造出来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写我的百年航母 百年航母 百年航母这是我海洋三部曲里头的上下册 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百年航母 所以最后就把百年航母把它写了 写完以后也算是我们这代海军 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做出来一点贡献 所以我们第一艘辽景舰服役了 服役以后第二艘舰今年有可能服役 所以说也算是我见识到 但是是在我退休之后他才服役的 没关系 那你也是能看到了 他真实的就是在服役了 其实我觉得小橘子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讲故事 那我们在B站这个平台 不管是直播还是张忠说这个节目 您也是通过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来进行军事科普跟国防教育 那关于B站的前阵子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 就是你在B站学习了吗 就很多年轻人觉得B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形态 那对于这个看法您是有什么样的态度 B站是这样的 B站因为我是2015年 2015年退休 退休之后的话呢 我就开始做一些直播呀 做一些个视频节目 像张忠说呀等等这些人 所以当时我就在B站 就把我的一些东西上传到B站 上传到B站 到现在我在B站是188万粉丝了 算是一个很大的up主 188万在B站是相当大的 而且好像还是首位 首位就是百万up主 是吗 对 哦 是 他们不断地给我发各种讲 去年年底又给我发了一个讲 今天直播他们领导没来 以前他们领导都很关心 就是一开始我为什么上B站 因为我就感觉呢 我们长期的和平时期 慢慢慢慢年轻人呢 就对这种国防啊 对这种军队啊 慢慢比较淡漠 慢慢比较淡漠 所以说像我呢 作为一个老海军 一个老军人 退休了 你让我干别的搬砖 我也不会 我身体也不行 所以说我就到这个B站 给孩子们讲讲我这些事 所以在B站已经 我已经混了两三年了 这两三年呢 就是一方面跟孩子们交流 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弹幕 有时候我一出来以后 还没出来笑 哎呀好好笑 满平度 满平度 你看这多热情啊 这个前几天我过生日 我一上午起来以后 我说今儿过生日 我就发了一个感慨 我说今天立下 这个遭老头子67岁了 我感觉很隐晦 你们能意识到 这是我生日吗 我自己感觉没有 结果一家伙在微博上 八百万 八百万一读 三万点赞 哎呀我这些小鸡子 真是特别对我是满满的爱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跟他们在弹幕上有很多的交流 另外呢就是这个学习 我自己做节目要 要 张仁仁说每周都要做 所以要看很多的材料 还有一些演讲 所以我找资料 都到B站去找 你要我怎么呢 搜索 搜索以后看B站的视频 我学习 我是博士生导师 我是退役海军少将的 我得到B站去学习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我就很纳闷这帮孩子们 我说你们为什么也喜欢到B站去学习 没有广告 我试过 我也到别的平台去看过 一上来之后 先来你两分钟的广告 哎呀我这个难受 我说就是等着他把广告看完 你不看完你没法往下进行 好不容易刚看一会儿又查不广告 B站没有这情况 但问题是他怎么活下来的 他老是没广告 现在还是上市公司 就是没广告 这就给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再就是他上面的好多东西 就是很多有质量 质量很高的一些东西 就是今天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看有人说 他说我考研究生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B站的视频 考上的 对就是会有很多人 他真是 有很多的这种很好的知识性的视频 分享这些经验 分享他们考研 然后高考 我看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出国留学的 然后很多up主也会就是分享 其实我在B站上我也学习过 就是很多人呢 他就说我就不喜欢B站 我看不惯他们穿那些衣服 他们那个 这叫二次元 我这个 我的书里就拿去了 我得找找我的书 给你们推荐推荐 悄悄话 我就是悄悄话 我就是二次元 我就是一开始 我出这个书 悄悄话 我出了三本了 就一开始 你看这个 我都开始弄这样 我就专门让他画这些 垃圾包糟的 就是跟孩子们一块的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 郑立帮金的漫画 他们喜欢二次元呢 我的书里边就全是画的一些这玩意 有请单位 所以说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那证明你out了 你没有跟孩子们同步 我喜欢这个 所以说B站它有些二次元的文化 我们慢慢慢慢也要注意 其实它B站也算是一个社交型的平台 就是因为像 互动吗 对 弹幕啊 像咱们张罗中说 我看就是每一期我都会去看评论 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就是把咱们那一期的知识点 就总结起来 然后就直接发出去 然后就很多人还会跟他一起互动 就一起 对对对 好 你想今天我们直播 我们直播完了之后 你马上就会发现 我们有很多小集的录屏 录屏之后 他直接就上转B站了 对 所以每一次我的直播 不管在哪个平台上直播 我的演讲 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的演讲 我都跟我们团队说 我说把那个高清版的 要加字幕 然后首先上传B站 我每次都做到了 你们都是上B站都能看到我的东西 那家一个演讲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点开以后 你坐那儿就看一个半小时 没有广告 中间没有广告 你免费收看 也没啥支付费 那都是我的高清的视频 我还得请人给你上字幕 多伺服的 你多周到 我全都上传B站 我算是对B站真是照顾有加 因为我就感觉青少年的教育太重要了 你不给他正能量 他有时候就走歪了走斜了 天天玩电脑玩电的游戏 你给他弄好了之后 他就可以玩游戏也好 玩游戏也是我鼓励的 对不对 对 那其实除了B站视频 其实很多人还会因为小说和电影 然后产生一些学习的兴趣 比如说就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还有咱们最近特别热的就是复仇者联盟 然后很多小橘子就会对物理天文 量子领域这些就会感兴趣 甚至还会有很多人在游戏中学习 在娱乐中得到科普 比如说咱们的B站航线这一款游戏 那这款游戏中就有很多中国建船的角色 那就是您在两年前直播还提到了平海 宁海这两个角色 然后现在四大金刚也开始加入到这个游戏中了 就是像太原号这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名字 就开始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 那现在B站航线马上要迎来两周年了 您对B站航线这个游戏就是送上一些祝福 B站航线两年前正好当时我们辽宁建服役 他们搞了这么一个游戏 搞了这么一个游戏 当时我好像做了一期章中说 专门给他们讲了讲这个游戏 一般的军事类的游戏 我喜欢给他们做的事是干什么的 首先一个要肯定他们 没有人说不让你玩游戏 玩游戏它是余教余乐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 我还准备以后要搞维尔 我们小姑娘96年被任命为维尔节目的主编了 下面组团队我们要搞维尔 那就是要搞 要通过维尔的方式 要通过游戏 通过影视剧 通过各种方式去传递正能量 是不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去传递正能量 然后这个避难航线一开始 它那个平海浸海 那是江阴沉船 当时我们国民党的舰队 国民政府的海军 基本上全军覆没 江阴全沉了 所以我给大家讲了这两艘船 当时如何浴血奋战 那是1937年的事情 如何抗击日本的侵略 讲了那段历史 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可能你不讲的话 你傻玩 听了局座跟你讲平海浸海 当时怎么抗日 就增加了历史了 如果你现在再弄四大金刚 那四大金刚 再讲讲我们四大金刚 在海军服役当中的那些个故事 这不也是挺好吗 所以说要把历史的事情 要把我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要通过游戏的方式 要给它呈现出来 游戏只是一种方式 一种工具 一种手段 是不是 我们要用好的内容去带它 加强它的传播力 这不又是传播正能量吗 是 那其实今天直播时间过得也特别的快 到了吗 还没有 就是最后咱们还有一个互动环节 看看观看的小伙伴们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问您 还要问问题 好的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以把刚刚在弹幕中看到的 收到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咱们稍等一下 他们在收集问题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在B站上我也有学习 就是我之前学那个PS 就是很多那个PS 哦对好多这种 基础教程我就在那个B站上学 B站真的是个学习的评论 对 然后咱们不是还拍那个Vlog了吗 然后就上面就会有很多就是教你怎么制作视频的这种这种视频 然后就一步一步教你 我感觉还特别好 年轻人相互之间进行交流 谁在收集问题 那您平时在B站上面就是除了军事方面的有没有就是看一些其他的视频 学习一些其他的 B站今年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事情 你输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里头就好多好多的内容 所以它好多内容还都是外国的一些 一些外国的一些演讲啊 一些视频啊 我感觉都非常好 也都非常好 就是我着实对上边的一些演讲啊 这个比较感兴趣 因为咱们也要经常做 对 进行一些演讲 好 那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呢是 举座我马上高考了能给个祝福吗 信举座考必过 好多人每次每次考试的时候都到我这来 说求举座给个祝福 我说信举座考必过 这个很多人马上就考上了 考上一会说还愿 就是高考呢我就感觉这样啊 给大家今年的高考给大家说说 我在去年的跨年演讲的时候 格局2019 我讲过一个什么事呢 我就说 我说2019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年 会出现人工智能5G这样的技术 这两个技术出现呢 会对大家的职业生涯产生一个挑战 所以说今年报考大学的学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注意挑选你的专业 如果不注意挑选你的专业 有可能你大学没毕业就失业了 这个行业就没了 我个人的判断 未来五年 2020年到2025年 现在的这种行业 这种职业 可能将近有一半没了 让机器人给替代了 那您就是对这个 快要高考的小橘子有没有一些建议 所以要报考这个 就是重复性的东西 最好不要再报考了 重复类的专业 你要注意今年教育部 有400多个专业被取消了 那取消这个肯定是不适合这个时代发展了 就是重复类的工作 像生产现任某个阶段这样的 过去的售货员呀 像司机呀 驾驶类的这个 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这个专业 将来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要是看看 我这个在米国阅读 讲的一个小时 就前不久B站也有这个 一个小时 那个里头我讲到了很多 我讲的那些个内容 都是将来发展的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啊 大数据啊 云据算啊 维尔啊 这个 这些方面 应该5G啊 这个 没什么大问题 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有时候你要注意 要慎容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局座 我想从军有什么建议 哪个军种好 从军 首先从军就是 就是参军若武 参军若武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想法 哪个军种好 昨天晚上我在这个地方录像 录像 录像以后来了三个小朋友 十岁 都是十岁 北京师范学院 副小的三个小学生 他们到这来看 看完了之后 跟我进行了一些交流 交流以后 我说 小朋友将来要干什么 当兵 要当兵 我说 当什么兵呢 那个说 我要当陆军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陆军 打枪 对 我说为什么要当陆军 他说我现在玩这个荒野求生 吃鸡 所以说我就感觉喜欢这个枪 小孩就干这个 你就是玩游戏 和他直接当兵过还够吧 他玩游戏喜欢枪械 所以他将来要当陆军 还有一个说呢 我要开坦克 我将来要开坦克 这都是和他们现在的玩的这个模型啊 玩的游戏啊 他现在的看的书啊 这些跟有关系 将来当什么军种好 那在中国当什么军种都可以 都是保卑祖国 任何一个军种 任何一个岗位 那个都是需要的啊 就是 但是从复杂性来讲 海军的专业是最复杂 海军有五个兵种 天上飞的有飞机 海上水面的有水面舰艇 水下的有潜艇 岸基的有导弹兵 是不是啊 还有什么陆战队 你看五个兵种 所以海军是最复杂 如果说你很牛 你可以报考海军 所以我这个在某一方面特别喜欢 比方说电子 航天 你可以报考二炮 不是不叫二炮了 火箭军 火箭军 你想翱翔蓝天 可以报考空军 都可以 所以说哪个都行 给你个人的爱好 那我今天其实还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高考毕业 高考以后就去当兵 还是说上大学 这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我经常回复 网友们 我说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说我是当兵好呢 还是上大学好呢 我说最好的办法呢 你先上大学 先考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或者哪个学校 考上之后呢 你说我去当兵 当两年兵回来之后 因为给你保留学籍 我接着学习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政策还有没有 还有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以前都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我回来以后 接着学习 接着学习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你大学考上了 你当兵也锻炼了 回来以后再接着深造 你看这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刚刚呢 就是您说了一下 就是未来的专业选择 然后有小橘子就问 那选择哪个专业就是可以跟您混 就是进入党的战务局工作 哎呀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VR 你们有学VR的 你们有学VR的 我不搞VR的具体技术 VR的这个节目的策划 这个对青少年教育 这个是比较好 就是其实我就给大家讲一样我个人的这个体会 我在当兵之前呢 我学了两年的机械电子 昨天晚上录节目 我给婷婷他们讲 节目当中 讲什么呢 讲那个电磁弹射 电声磁磁声电 电磁感应 左手定则 右手定则 同性相持 异性相吸 然后定子转子 定子通电以后呢 产生电流 电流又驱动电书 电书旋转 电书带动车轮子 或者轮软桨推进前进 讲完了以后他们说 你讲的什么 我们都不明白 对确实不明白 我原来就干这个 我原来就学这个的 这是我16岁17岁当时学的东西 他们现在都不知道 啊 就是这个有 就是理工课的基础 这个必须要有 我们看到一棵参天大树 要知道它的树根和树冠一样大 但是你看不到 但是这些个要有 上边以后才是你学你的专业 这是基础 所以理工基础特别重要 以后呢 再学一些文科的东西 发散的思维 诗和远方 哈哈哈哈 您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年轻的时候是 我小学的时候就写了一本13万字的小说 哇 没有发表 小学的时候就 就差不多每周都给中国少年报 那个有个小虎子专栏 就给他们写写稿子 我在中学的时候 特中写散文写诗歌 我到了北大的时候 大言不惨的给他们讲课 讲诗歌创作 哈哈哈 我隔壁就是中文系 所以出生牛都不发虎 那时候真是不嫌丢人 那时候我知道大学期间 还在喜欢诗歌 嗯 以后慢慢慢慢的 现在工作多了以后 也没那个激情了 写诗 诗人都是有激情的 那现在就糟了头子 也没啥激情了 所以诗歌也忘了 也不写了 嗯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是 呃 局作 中国航母未来该如何发展 电磁炮能上舰吗 呃 是这样的哈 中国航母的发展呢 就现在我们是 一部分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我们的舰艇建造速度非常非常快 世界上建造 舰艇速度最快的就是中国 大言说哇 中国是不搞军备竞赛呀 就是没有 中国大部分是还账 就是这两年你看我赚两钱了 其实我还钱的旧账 我欠账太多了 因为原来我们没有钱 我们一年也买不了一艘舰 所以现在我们赶紧造 要不那些舰都烂了都扔了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呢 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一次战役当中 比方说库尔斯克战役 一次战役当中就有五千辆 六千辆七千辆坦克在这交战 T34这一型坦克 包括这一型坦克基础上 派生的这型火炮 就生产了十万辆 十万辆 你想想苏联当时的工业化程度 一型坦克生产十万辆 现在就几十辆上百辆 就完了 十万辆坦克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 1943年 44年 45年的时候 苏联美国 日本这些都是工业化国家了 我们到现在才刚刚 还不算完全的工业化国家 你看看 这是七十多年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一方面 我们要发展机械化这些东西 坦克 包括装甲车和飞机大炮 这些都要发展 再一个 信息化的东西也要有 你讲到电磁炮 电磁炮是现在世界上竞争最前沿的 美国这个东西也没弄出来 原来美国中国瓦尔特想装 也没有装上 中国现在看实验说弄出来了 但是这个弄出来以后 我估计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不可能形成主战装备 就是大量的装备 形成战斗力 拿着东西打仗 十年之内不可能 但是可以装剑 可以试验 我看美国 他们好像剑上没有 但是他们的电影里面 就是变形特别 好像出现过那个电磁炮 对很多 电磁炮 就是叫啥来这 超级战架 不是超级战架 是哪个变形金刚 对就是变形金刚 就打那个金子塔上面 那个把台火叫什么 阿里伯克在哪里 阿里伯克在这里 阿里伯克特别大 瞄准电磁炮 咚咚咚咚咚咚 打一下 把台火叫什么 就打了 当然就是电影了 到现在阿里伯克 也没有电磁炮 美国任何舰铁 没有电磁炮 所以他们经常 就是在电影里面 出现这种武器 是一种炫耀吗 美国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最新的武器 好多概念 它会在电影里面出现 因为美国的国防部 它会和好莱坞一块去拍这样的电影 拍这电影以后就是杨国威 进行武器震慑 我们平常讲的说 搞演习 现在美国派航空母舰到霍尔布斯海峡 震慑伊朗 这是一种 派航空母舰去演习 我就说呢 技术震慑也是一种震慑 我告诉你我有这个技术 电磁炮激光 把你吓个枪枪 结果这都是红人家马运 八十年代就开始弄 我当时就说三十年 真的你装不了部队 八十年代到三十年 到现在没有装部队 那就是这问题 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 它经常拍一些电影给好莱坞 就是搞这种震慑 那其实咱们 咱们现在中国也有慢慢在拍 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 就是海军参与的 海军和他们一块 好那直播快结束 我们回答小橘子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橘子 今年还会做跨年演讲吗 跨年演讲 今年跨年演讲 我还想做 因为今年呢 就是按照我想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年 我就想对这个事情呢 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开头 我就完全经历了 我写了好多书 这个都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好几本书 像二十年前 我就写了网络战争 战争能不能有多远等等 这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呢 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 有很多相关的地方 我就想呢 今年跨年演讲 再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事 系统的给大家说一说 说一说 但是很累 准备一场演讲很累 我看看我能不能争取吧 争取再搞一场 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 希望我讲一下什么内容 好 那其实现在呢 必蓝航散这个游戏 已经马上有两周年了 就是说明大家应该是挺喜欢这个游戏的吧 然后听说他们也给大家就是准备了很多惊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最后呢也希望各位玩家可以随着游戏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举作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舰船故事和海军知识 也谢谢小伙伴们的观看和支持 你知道大家在盼着什么呢 说碧蓝航线是不是给我们送礼物了 是不是发红包了 搞抽奖 是不是搞抽奖了 结果是帽子 这个帽子呢 这两个帽子是我一朋友 在越剑市上 他是专门说这个刀老头子当了一辈子海鸡 这个也没有看过什么辽宁舰 也没有参加过越剑市 给他买两顶帽子吧 过过瑜 这个是辽宁舰的 我这个是和鲜艇的 和鲜艇的 我们俩带上 下次我们争取 这个老头带着小孙女儿 一块上剑 好吧 来 大家来 给大家敬个礼 敬个礼 我不会 敬个礼 敬个礼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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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个礼 敬个礼 我是少先队 敬个礼 敬个礼 是少先队 对 我忘了交易了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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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准备了 好 别说 下次我们登见 就戴着帽子 好 再见 再见 未经许 肖宁 好 碧 快 描 是更衬性了